厨房作为每间程教院所的心臟地带 有任何差池就会引发骨牌式的问题 在第五波疫情来袭的时候 在罗湖程教所厨房工作的在囚人士相计确诊 最严峻的时候只是剩下职员 他们一力承担肩负起过千名在囚人士 一日四餐的馅食 有赖厨房的人员不具艰辛 加上各个组别的同事全力支援 厨房团队仍然能够确保每日有正常的馅食供应 同时保持食物和厨房环境的高度卫生 正所谓民以食为天 即使疫情是弱 但食依然是不可话缺的 所以即使人手多么紧绝 环境多么严峻 我们都咬紧牙关去做 致力为健康或者患病的在囚人士 提供所需的馅食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